大家好,我們又見面了 今次又特別一點 就在一個小小的泳池裏開啥香檳 今次介紹這支香檳 其實有很多人都可能會見過 但真的不知道這支是甚麼 其實這支叫做Champagne Marguette 這支是一支完全爆彈的香檳 今天試試這支叫做Charmine 它主要是100年提子 它是75%的Pinoa 再加25%的Charmine 我們看看一支完全爆彈的香檳會是怎樣 這支酒是2019年入樽 它是2021年入樽 這支酒是否很長 但其實已經足夠做到複雜性 這支酒的倒沙 其實它說是沒有倒沙的 開來試試 這支酒很有活力 這支酒 這樣就倒沙一點入樽 其實現在見到那些顏色都金黃色 其實就非常好 非常之靚 這樣泡泡非常好 很新鮮�的酒 這支酒很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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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會聞到一些金吉 這支酒很新鮮 然後有些青鮮的味道 這支酒很新鮮 後面就很明顯 你會聞到很多MIRROR 在後面 有些白花 在後面試試一下 它下口 其實你會感覺到 有少許苦劫味 主要是金吉 還有一些西柚 然後你會感覺到檸檬 其實這支酒很新鮮 有少許苦劫的檸檬 還有你下口 然後你會感覺到 它的MIRROR 慢慢散發出來 其實你第一口 和第二口 你已經感覺到 其實它不斷在變化 它的酸度很紮實 它除了 但是又不是很激烈的 但是它的酸度 它扎實得來 又不會很激烈的 不會刺你喉嚨 會感覺到很舒服的酸度 其實我覺得這瓶香檳 如果現在街上應該約三、四百元就知道 其實大家都熟悉爆彈的酒和香檳 大家一向都知道爆彈的酒 通常都會比普通酒賣貴至少20-30% 所以如果你以它的質素來說 它賣四百多元一瓶 其實以一瓶爆彈的酒的香檳 其實這瓶是一個非常好質素的香檳 今天的分享都差不多了 大家如果喜歡我介紹這瓶香檳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或者有些香檳你想我介紹 或者你想大家一起試試 也不妨在下面留言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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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